今天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治大国如碰小仙 没想到这永江 还真是派上了用场 如今联省的事都已谈妥 江左局势 也在我们执掌之间了 现在高兴还为时过早 今天的这番讨论 只是说清了大方向 至于联省之后 各省的贸易往来 需要什么流程 各省的税收要怎么定 怎么管 还有我们之前 与益州的征战区 需要怎么安排 这些问题都没有提出来 还有诸多细节需要推敲 父亲说得是 想必岳父和李重年他们 早有打算 今天你们在亭中谈话时 慕容丰年少不懂事 很多事情他听不明白 可是傅容才 明显是有备而来 慕容臣为了他的独子 也花了不少心思 父亲操劳半生 现在本该是我们儿子 为您遮风挡雨 可是没想到 如今我们兄弟三人的局面 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硬朗 这封挡雨倒用不着 不要给我赵锋惹雨就好了 达胡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到了这个时候 不管面对什么局面 咱们都得为自己人争气 是儿子们不争气 毕得父亲出来收拾这残局 二少爷 高公子 你好 这位是 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这是我夫人范燕云 这位是高都军大公子 高少萱 幸会 听说二少奶奶怀了身孕 恭喜 恭喜 谢谢 三少爷 三少爷 好久不见您了 你们先聊 嗯 小苍 没想到 马上就要走了 还有这么多人来为我送行呢 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 反正我们都要离开了 就热闹热闹吧 这些还得多谢你了 三少爷来了 三少爷 四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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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天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秦桑 能在一谋远行之前 和大家相聚在此 感谢福远的所有朋友们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吃好玩好 咱们不醉不归 好 谢谢 好 好 三少爷 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夫人 可以吗 可以啊 不好意思 怎么了 心情不好 刚刚还说要感谢我 转眼又去和别人跳舞了 你不是说我不介意的吗 以往你那么风流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女生说不是 是最不能信的 我错了好吗 说我不好 别生我气了 我们一起喝杯酒吧 要喝你自己喝 好 我自己喝 好 好了 别生我气了 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了 再出去跟大家调最后一支舞吧 嗯 蓝波 对不起 我只是不想让你看到我丑陋的样子 大家过来一下 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蓝波说了 她今天晚上的第一支舞啊 不是跟我跳的 所以呢 我也可以从在场的男士中选择一位 跟我跳一支舞 我本来呢 给蓝波准备了一身衣裳 但可惜啊 她喝多了 所以呢 谁要能把这身衣服穿得合身 我就和她一起跳 好 好 好 环秀姑娘 你看一下 这些人的身量尺寸 哪个跟你给二少奶奶做的军服一样 没有 这个呢 都不是 那您看这个 这个人的身量差不多 您可看仔细了 没错 这个人的身量几乎一模一样 左右差不了一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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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小姐准备的军装真合适 秦小姐喜欢军装 嗯 你这一走 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 秦小姐可有什么计划 有缘总会再见的 她怎么在这儿 谁把她放出来的 好 好 林志 赶紧去监狱看看 看见这事在不在 是 别冲动 二少奶奶 是你 好 失陪了 高公子 对不起 高公子 没想到 好 穿军装蛮帅的 好好的舞会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 各位 不好意思啊 请大家继续跳舞吧 秦桑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你是怎么利用三弟的 我真没想到 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二嫂说得过分了 只是潘剑池 他是无辜的 我想救他一命而已 潘剑池是无辜的 那我爹就不无辜吗 二哥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了 这件事情是你搞错了 你别想让我就此善罢甘休 我会继续追查下去的 我一定会向你证明 潘剑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二嫂 你听我一句劝吧 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受伤的就只有你自己 我范燕云为爹报仇 天经地义 就算是会受伤 我也一定会继续下去的 那我就去告诉二哥 是你要杀人灭口的 什么杀人灭口 你把话说清楚 你不要忘了 那天晚上 你和兰仆被绑架的时候 是潘剑池先找到了你们 如果你再这样 继续纠缠下去的话 我就去告诉二哥 说你要借刀杀人 只是不想让潘剑池 把这个秘密告诉他 你说 是你的故事更动听 还是我的故事更动听呢 秦嫂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想利用这件事情 来救你的老情人 我真是没想到 你的心机这么重 你根本就不配和三弟在一起 是 我是不配 但是你不要忘了 不是我先选择蓝坡的 是他 先选择我的 秦嫂 你不用再为潘剑池开拓了 我父亲的仇 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刚刚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潘剑池是无辜的 刚才那件事情 只能证明你找的那个人 能穿上军服而已 但这并不能够证明 潘剑池就不是凶手 看来你是真的不在乎 我把那件事情 告诉二哥了 秦桑 你想威胁我 可你别忘了 如果你告诉芸汐 那天 是我跟三弟一起被绑架的 以芸汐的脾气 三弟也走不了 我就是想赌一赌 看看你舍不舍地为了你爹 要了蓝坡的命 在你心里 到底是情大于仇 还是仇 大于情 你不喜欢吗 还宙姑娘 可曾喜欢我们家老帅 果然是 这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不是的 放心吧 还宙姑娘 今天我们的谈话 我不会跟任何人透露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家老帅出事 你会不会不顾一切的帮他 跟那些无关紧要的世人 对我的看法相比 自然是义帅更加重要 我欠了一个人的债 是该还的时候了 你是谁 大帅是否还记得这身打扮 是不是不舒服 还是想到了什么 你什么时候到的芝山 谁让你上来的 弘玉这次上芝山 是受三少爷之托 是想问问大帅 是否还记得这身衣服 还有这个耳环 出门在外 每每想起的 都是寄血好看的样子 还有时间 让我多看你两眼 我会等你回来的 你安心等着我便是 做我一起陪的女人 我不需要你担忧 帮助 什么事 说呀 大夫人什么时候送来的消息 刚刚 我这才离开了多久 他居然做出这种 伤风败俗的事来 报告大帅 电报 谁发来的 是范县师发来的 念出来 他说请您亲自查看 大帅离开后 赛义太云济雪 似有不雅之举 汪大帅明察之日 老爷 你可算是回来了 这家里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平日里只知道 三妹妹性子降 可没想到竟如此刚烈 他 济雪他怎么了 他逃睡死了 你这身衣服 还有耳坠 是从哪里来的 土里来的 来 我们去那边儿啊 这儿好不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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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无礼 到人家家里做客 还凶巴巴的 你这样就不是无礼 你刚才杂中我了啊 知道吗 很厉害 但是圣旨不武啊 你下来下来 咱们俩比试比试行不行 你先说说要怎么比 咱们俩打一仗 好 听着啊 这边呢是我的地盘 那边呢是你的地盘 这整个九宫阁啊 就是咱们俩的战场 你来攻 我来守 怎么样 这个容易 府里还没有人能赢我 你看啊 这一片叫散地 那边呢叫做青地 那是围地 这是死地 这里就叫做围地了 对 这里就是死地了 这就是孙子兵法里边的 九地篇 老师 你收我为徒吧 你很聪明啊 好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徒弟了 谢师父 师父 徒儿辜负了您的期望 我即将离开江所 失去一切 但是 我要在离开江所之前 为您做最后一件事 为您做最后一件事 怎么睡得这么不踏实啊 是不是还惦记着潘剑池的事啊 放心吧 我已经拆人下去查了 我已经拆了 我已经拆了 不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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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舞会上你也看见了 高少轩也能穿 不就是一件衣服吗 说明不了什么的 没错 一件衣服 不足以证明什么 但是从我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这个潘剑池 绝脱不了干系 我求求你 别查了 潘剑池不是凶手 真的不是 桑儿 桑儿 喂 想什么呢 猪妈 蓝婆回来了吗 姑爷昨儿晚上说 她要出去走一走 不会到现在都没回来吧 坏了 开门 三少爷 没有二少爷的命令 不能给任何人开门 开门 滚 滚 你终于来了 还有什么要解释的 自从见到你第一天起 我就一直想象着今天这一刻 为什么 是因为你杀了我敬爱的师父 还是爱着我的秦桑啊 秦桑很真实 如果她不想救我 就不会暴露我们的过去 幸好 你是爱着她的 我就放心了 你连凯 如果你认定是我杀了范先生 你现在就杀了我 但是请你答应我 好好对待秦桑 秦桑是我的妻子 我自然会对她好 这点不需要你操心 你跟我说这些 无非就是想激怒我 潘剑持 你放心 我会杀了你的 范先生和秦桑这两个理由 足够让你杀我了 范先生的本事 我早就有所耳闻 对他也是由衷敬佩 他的死 的确很可惜 就算你今天要死在我手上 你也得把事情给我说明白 来 潘剑持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三公子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要不然怎么会这么着急 送我上路呢 我师父江左文胆的名声 不是谣传 他不可能轻易被人杀死 我从小跟他学本事 每次想要偷袭都没有得手 告诉我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三公子还真是抬举我了 如果真像你说的 杀了我 你不是少了一个威胁吗 现在枪在你手上 你怎么还不动手呢 我问你 你们天魔会 到底有什么目的 军阀腐败 藩阵割据 内阁傀儡 外枪中干 你们自相残杀的时候 早就果破甲王了 现在去想别人的目的 复朝之下安有顽乱 千千万万的百姓 死在永江两岸 你们可曾想过 该谁为他们报仇 人行似水民动如烟 你们只顾着 为一己之力政 为一家之力政 所以谁都不会是 最后的赢家 你们都自以为知事 自以为知人 可有几个人真的知事 也有几个人真的知人呢 几方正怕 不是一个人的过错 你们为什么偏偏要杀我师父 三公子问题可真不少 真可惜 没有一个题目 是我能达上来的 你不说我也清楚 现在江左这样的局势 分明是背后 有一个人在织一张网 再织一张对付 我们意下的网 潘剑持 你想一死了之 根本就是保护 身后的那个人 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我可以放过你 我是不会说的 也不需要你放过我 况且我说了 你也不会放过我 因为你的眼睛里 充满了极度之火 不杀死我 你的火绝对不会惜命 是开枪 是三少爷带着枪 宠宁大牢去杀潘剑持了 叶连开 你总算有点良心 你 说还是不说 你的问题 我一个都不会回答 潘剑持 我不会一枪打死你 我要慢慢地折磨你 住手 起来 干什么 我在乘境凶手 咱们没有足够证据 你不能滥用私刑 二哥 不 范先生是我的师父 你的岳父 这球报不报 当然报 但是现在义家 我掌权我说了算 我有其他的安排 不合我 王平 你走 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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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然 从派先生去医院 你干什么呢 你离开 你混蛋 不会 你离开 你混蛋 你离开 你放开他 你离开 你离开 清少 冲 小少 一离开 你放开他 你放开他 师父 我还不能杀他 我还留着他有用 我还留着他有用 小心点 小心点儿 是 赶紧送潘先生去医院 快 既然你知道他是天盟会的人 为什么还要送他去医院啊 舅舅 你老师 你忘了小的时候 你经常给我讲一个故事 叫做江太公钓鱼 你这钓的是 永江里的哪条大鱼啊 哪条大鱼我现在还不知道 可如果潘剑持是凶手 我相信在他的背后 一定有一条更大的鱼 江左这么大 能直接冲进一家来的人 确实是条大鱼 是啊 倘若潘剑持死了 这条大鱼 我永远都钓不上来了 可如果他还活着 这个幕后黑手 我迟早会抓到 你这穿的什么衣服啊 是想告诉我 你的品位更独特呢 还是在福州和雍南 现在流行这种 奇奇怪怪的款式啊 我是为了帮一连凯 探听消息才穿成这样的 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 才上山的呢 没想到一连凯那小子 还是有几分魅力的 竟然能让你米红玉 为了他冒险跑一趟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老跟他作对 其实他挺可怜的 可怜 你是不是在福州的时间 有些太长了 其实一连凯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孤儿 精神上的孤儿 那这段过去 又能翻出什么来 在一家和福州 又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这件事情 一连凯自己都不清楚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我想知道秘密的 只有一季培 但如果他自己 不想说的话 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就继续 那你还是无法 你不认识 我 在那里 想不想 那我 不想 是 你 我 真没想到啊 这枝山上 雕梁画洞 风景独好 真是别有洞天啊 你家老三 还真是有本事啊 要我说 还是三公子最有趣 我看整个江左 也就他 能最先搞出 这么个好玩的东西来 你看 只要有机会 还是会飞的 如若父亲 不打开笼子的话 这只鸟自然被困在笼中 那飞与不飞 全看父亲的意思 笼子外面 危机四伏 不 旧的笼子 不一定回得去 也不一定 能找到新的笼子 他既然随了父亲 就不会 也不必考虑前面 等他的是什么 耐得住笼中的寂寞 也不会考虑 龙外的风雨 他就不成功了 可以 他就不会 他就不会 不许 他就不会 有点 他就不会 有点 没 老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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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生未雨绸缪 如今江左的局面 你可曾了当 你来干什么 妹妹想跟二嫂道个歉 之前为了救搬坚持 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还请二嫂见谅 另外 二嫂你放心 我和兰婆马上就要离开复苑了 那些威胁过你的话 我会烂在肚子里 其实 就算旧不会叛坚持 我也绝对不会出卖你的 秦桑 你给我记住了 天理循环 小心报应 报应是吗 我已经不怕了 二少爷 你找我好 立刻往医院增派一些人手 一定要把判坚持给我盯住了 还有 不管是医生也好 护士也罢 只要是跟他有过亲密接触的人 必须把身份给我查清楚 是 去吧 我走了之后 你没接着睡会儿啊 刚才我看见秦桑哭着跑出来 刚才我看见秦桑哭着跑出来 是不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他哭了 刚才在这儿还好好的 他可真会作戏 也别这么说 毕竟你是没看见老三在牢里 蜂魔的样子 换了谁都会吓得够强 何况一个小女孩 对了 潘剑持没死 活着呢 我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而且加派了人手盯着他 跑不了 慢点慢点 三少爷 小容 三哥带你出去玩 好 三少爷 您这是要带小姐去哪儿啊 要是老爷和夫人问起来 你放心吧 我会把他安全带回来的 好 好 好 快点 小容 好不好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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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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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小容 我们走好吗 好 好厉害啊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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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点 太高点了 清快 太清快了 好 好 你找谁啊 我找高渡君 帮我禀报一声 请 三公子今天来访 所为何事啊 想请问高渡君 是否知道 刺杀范先生的人是谁 如今 不只是服员 恐怕整个江左的人 都是人人皆知啊 杀害范先生的 最大嫌疑人 就是这个攀剑痴 那再请问高渡君 您知道他身后的人 是谁吗 又知道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吗 盯着江左的人 很屈指可数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这最终受益的 无非就是慕容臣 还有那个李重年 江左这一碗浑水 看来高渡君 还是没有看透啊 还请三公子赐教 江左闻胆陨落 时局陷入混乱 一家的损失 的确是最直接的 没有这么一出的话 天盟会也不会 在雍南风生水起 他们的气焰 长得飞快 看似得了翻身的机会 可他们不是最后的赢家 最后的赢家 还是我们义家 三少爷高瞻远瞩 眼光一向比旁人 看得更远一些 我不比三少爷 不过你这么说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三公子这么说 必定是看清了全局 可是三公子 您都要离开服院了 怎么还会说 这最终受益的 是你们义家呢 因为整件事情的主谋 就是一连肾 梁先生 天书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刚才一家传出两声枪响 过了没多久之后 天书就被送进医院了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还无从得知 这个情况无非是两种 一种是一家大乱 而天书正好被卷进去 还有一种 潘剑池的身份 已经暴露了 义连凯现在在什么位置 天书被送进医院之后 我们看到义连凯 带着他的妹妹小荣 从一家大门出来 本来我们是跟着他的 结果我们跟丢了 由此可以判定 义连凯是没有事的 那么义连肾也不会有事 对 我们看到了 刚才是义连肾 亲自背着潘剑池 从义家大门出来的 如果义连肾出事的话 那么义连凯 就不会大摇大摆地 走出义家 他必然会坐镇义家 义家的这两个兄弟 都没有出事 那出事的只有 是潘剑池了 走 去找潘剑池 走 江左文胆范先生遇害 受益的人无非就是两个人 第一个 潘剑池 他步步为营 先是做了我的副官 我二哥掌权之后 便投靠了我二哥 一步一步地走向了 范先生当初的地位 若不是东窗事发 想必早已经当上了 江左文胆的这个位置 第二个人自然就是我二哥了 江左的整个未来 已经掌握在我二哥的手里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高都军已经站在了 我二哥那边 可是高都军在做出选择之前 有没有想过事情的原委 既然三少爷 已经知道了我的选择 为什么还要登门拜访 爹 您别激动 难道你不认为 你不应该来这趟了 三少爷他既然已经来了 想必是已经想清楚 其中的厉害 何况二少爷也不愿意 看见商机手足啊 高都军 这枪声太大了 别吓着我妹妹 桑儿 你这要去哪儿啊 医院 去看那个潘剑池吧 这活儿你真的不能去 你让姑爷该怎么想啊 我去找他有我的道理 恐怕 这也是最后一回了 了 我来自找你 我来自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